提到颐和园的话 你脑海里印入的关键词是什么 确实有这些关键词 但是今天我们想带你体验一下 不一样的颐和园 今天的关键词就是 大运河 开始了 我们现在就在颐和园的文昌阁码头 在这里我们就可以坐船去游昆明湖了 为了更好地了解颐和园和大运河之间的关系 我们今天邀请了一位嘉宾 他就是颐和园管理处研究室的张鹏飞老师 哈喽大家好 那我们一起去逛一逛昆明湖吧 好吗 哎呀这个有点 我听说昆明湖沿线的一些景色 它都是仿照大运河沿线的风光建设的 是吗 对 因为昆明湖本身 它就是跟大运河相关的 在1749年 就是这里原来也叫西湖 把这个西湖拓展 拓展成了现在的昆明湖的样子 西堤上的六桥 那其实仿是苏堤 那么还有我们待会过去能看见的话 南门进来 方向有一个小岛叫凤凰墩 那个凤凰墩的仿道的是大运河当中 无锡段 无锡段大陆的一个小岛叫黄富墩 前面我们看到的就是秀逸桥了 是那个前面那个湖形的 对 它以前是干嘛用的呢 秀逸桥还有它前面有打口 它相当于是就是调控水源的一个设施 您是说大运河的这个水源是吧 对对对 也就是说咱们昆明湖当时为大运河供水的时候 其实这个水是从这面出水的是吗 它是通过这个闸口 然后进入长河 通过长河进入到滬征河和内城的一些水系 然后通过通汇河到达通中 进入到北运河就是大运河的那种一段 咱们昆明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为大运河供水的呀 大概是在今代 那这个供水一直持续到什么时候 草运废弃之后 嗯 所以应该是几百天的时间 现在就由我来开船 带大家去万寿山看一看昆明湖的全景了 完了我们撞上大船的航线了 那老师这个怎么转 这个就不能一圈一圈的转是吧 一会儿太阳又出来了 就这边就是我们的万寿山是吧 毕竟千南河万险 我和张老师终于爬上了颐和园最高的位置 也就是说我们万寿山的佛香阁 当年像是昆明湖承载的为大运河供水的这些作用 实际上现在是不复存在了是吧 因为现在大运河的主要水源也不在这儿了 和平河也不在旅行这样的功能 待会儿我带你去一个一个月当中比较特殊的地方 特殊还这么神秘呢是吧 去了你就知道了 就是1949年3月25日 毛泽东在这里接见并宴请了以柳亚子为代表的很多民主人士 那么这些民主人士呢在新中国的成立过程中可以说也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那么由此奠定了颐和园在这个建国前的这段历史上 他曾经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地位 这还有一个留言台是吧 这个写的是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我爱中国我也是 这还留得真不少 我也写一个 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今天走一圈发现 一和园真的是有很多跟大运河有关的景点 可以说一和园真的是一个大运河的文化博物馆 如果你也想来一和园去体会大运河文化的话 也欢迎你来到这里顺着我的路线走一圈打开体验